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让你把寿司吃干净有多拼了 以前去吃师傅谢孽的寿司 下单后都要等一会儿才能吃到 同事说出差的地方就有家寿司店 进去以后坐下就能吃了 我早就有人排队了 排队的时候小姐姐给了我们一张菜单 让我们在纸上写上自己想点的东西 把它交给小姐姐以后就能得到一张号码牌 为什么是蛇 同事果然没骗我 进去以后我刚坐下 这秘密麻麻的寿司真的全是我点的吗 上菜速度果然很快 快到桌子都放不下了 这能不快吗 事先都给你捏好了 别看这寿司摆得秘密麻麻 夹起来个头都还挺大 每个寿司里就只有这么点点饭 他们还是担心你蘸酱油的时候 会把饭弄掉 就在酱油盒里放了把刷子 吃的时候只要在表面上刷两下 饭就不会掉得到处都湿了 这大肤有点硬了 金枪鱼大肤就柔软多了 油脂多到你刚一放到嘴里 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在你嘴里消失不见了 入口之后 事与大肤虽然没进枪鱼那么软 可人家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你口还晒不晒 吃不惯生的话还有熟的 需要拿盘单独装的烤鰂鱼寿司 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大 这鰂鱼超纯软 上面烤得焦脆焦脆的 配着这秘质的鰂鱼酱汁 好吃到快晕过去了 做此生剩下的材料 他们也没浪费 放了点牛蒡 做了一盘甜炖鱼头 鱼头能有多好吃 就连里面的牛蒡 看上去也炖得很入味 这个牛蒡超好吃 持修了汤汁的煎黄 活的车轮下他也单独给你装了一盘 可见他的地位有多高了 难道不是因为盘子装不下 没那么多 更多的食材 更贴心的是老板把虾头也给你去掉了 叫我干嘛 车轮下的虾头 顺便帮我烤熟了 感觉还是生的好吃 欢迎讨讨讨讨讨讨讨论